江苏南京挖出妇女合葬墓 观众两具尸骨的姿势引人瞎想 随着发掘的进行 考古队员又在尸骨旁发现了200多粒红色药丸 专家看后脸色大扁 怒骂墓主人简直是丧见天良 枉为人妇 那么这些红色药丸到底有何作用 妇女合葬的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加个关注 今天小鸡带你揭秘 东晋妇女合葬墓之谜 1965年3月的一天 在江苏南京的巷山上 一位当地的村民正在进行农物 突然意外的挖出了一个大洞 里面还露出了棺材的一角 这也把村民吓得不轻啊 一位胆大的村民上前查看 发现是一座古墓 立即给当地的有关部门打去了电话 半个小时之后 动物部门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事发现场 他们首先对这座墓葬进行了探测 起初 专家还以为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然而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进行 这个推测 居然被彻底推翻了 考古队员究竟在墓中发现了什么 根据墓葬的形质和规格来看 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由于墓葬损坏十分严重 考古队员马上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他们首先打刻了一座较小的墓室 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 发掘较小墓室的考古队员很快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各种金银饰品和淘气同气 一件接着一件地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 其中 他们还发现了一只保存十分完整的弩机 这些珍贵的陪葬品出现以后 也让考古队员队接下来的发掘充满了期待 他们也希望能够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然而在接下来的发掘当中却直接颠覆了专家的认知 当考古队员兴高采烈地打开旁边较大的墓室 期待着能出土更多陪葬品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这座墓葬也一片狼藉 看来已经遭到了盗墓贼的盗局 此时考古队员也是大事错吧 他们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那座较小的墓室 期望在墓室之中能找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陪葬品 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墓室之中的棺果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 只见棺果之中出现了两具尸骨 而且这两具尸骨的姿势更是让在场的众人纷纷脸红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 专家并没有过多的猜测 因为毕竟这是一座福奇和藏墓 考古队员也没有想的那么多 棺果之中的随葬品也是十分奢华 各种经营器虽然已经历经千年 但是依旧散发着耀眼的光泽 随后考古队员又在尸骨的旁边 发现了二百多粒珠红色药丸 这些药丸经历了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 颜色依旧保持的十分鲜艳 这也让考古队员惊喜不已 正当他们要仔细观察的时候 墓室之中的另一个发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江苏南京挖出史无前例 妇女合葬墓 打开棺果以后 两具尸骨的姿势引人遐想 最后考古队员在尸骨旁发现了二百多粒红色药丸 经过检测 专家脸色大变 怒骂墓主人 枉为人妇 简直是丧尽天良 妇女合葬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荒唐往事 1965年3月20日 专家终于在墓室之中发现了墓主人的墓志明 找到墓志明这件事情让在场的所有人欣喜若狂 因为在发掘每一座墓葬时 墓志明都是一段历史的记录 这也表明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终于要被揭开了 根据专家解读墓志明上的文字 他们得知 这座墓葬的主人名为王斌 在魏晋时期 四大家族昌盛一时 其中包括王 谢 横 于 其中 琅琊王是排第一 在当时可谓是圣级一时 说是除了皇帝就是他们 也不过分 王斌不仅有权臣王敦和丞相王导这样的表哥 还是大书法家王熙之的叔父 自己的官职也是上书又仆设 相当于副相的职位 但是当专家看到接下来的记载 却直呼不可思议 原来这座墓葬并不是专家之前推测的夫妻合葬墓 而是一座妇女合葬墓 幻果之中 那具女性尸骨并不是王斌的妻子 而是她的女儿王丹虎 这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妇女合葬的先礼 况且这两具尸骨的姿势也是让人纷纷脸红 在古代女子死后一般都是随着自己的夫家埋葬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让他们突破先礼 实行了妇女合葬呢 在这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荒唐的往事 考古专家猜测 难道王丹虎生前并没有嫁人 但是从王丹虎的尸骨来看 他的年龄也不小了 而且当时王氏家族位列四大家族之首是豪门王族 想要攀上这层关系的人肯定都撞破了门 怎么可能这个年纪还没有成亲呢 为此考古专家翻阅大量的史书 根据记载来看 王斌生前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君子 而且王丹虎的陪葬品如此豪华 这也说明王斌生前那应该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啊 也并不存在对于女儿不好这一说 那么妇女合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观果中尸骨令人瞎想的姿势 又作何解释呢 此时考古队员想到了墓中那些奇怪的红色丹药 这还是考古界首次在古墓中发现千年之前的丹药 对填补我国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当考古专家将这些丹药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以后 却顿时变了脸色 纷纷怒斥王斌 王为人父 那么这些丹药究竟有什么作用 为何能让专家如此失态呢 南京经现实无前例的妇女合葬墓 打开观果 两具尸骨的姿势让专家脸红 随后又在尸骨旁发现了200多枚红色药丸 考古专家检测后 大马牧主 王为人父 这些大蛮究竟有何作用 为何会被当成陪葬品放在棺果之中 专家又是为何会如此愤怒呢 1965年3月25日 考古队员将棺果之中出土的神秘丹药送到实验室 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结果却让所有人震惊不已 在这些丹药当中居然还有大量的刘化拱 刘化拱在古代时期被称之为鬼仙诛杀 丹杀 赤丹 在《神农百草经》中是这样记载的 刘化拱具有镇静 安神和杀军的功效 还能够提炼出水银 是古代道士炼制丹药的重要材料 在古代时期的帝王 从秦始皇开始就一直追求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丹丸 唐朝时期更是有五位皇帝因为服用丹药中毒身亡 而东晋时期正好是炼丹风起的鼎盛时期 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丹药就是武师伞 据说这种丹药能够使人神明开阔 还能够增强自身的体力 所以一般都是男子服用的比较多 那为什么在王当虎的棺果之中会出现这种东西呢 这与他终身未嫁有什么关联吗 原来王斌圣前沉迷于长生之术 外界又正在盛传服用武师伞 能够让人得到成千 长生不老 所以也导致了当时的一些达官显贵 对于武师伞十分痴迷 王斌更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然而现在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能让人长生不老的药 孤单不能让人飞升成千 而且服用多了还会一命呜呼 因为长期服用会导致人的神经产生危害 还会使生殖器官发生病变 所以专家推测 很有可能是王斌因为疼爱女儿 所以带着他一起服用这种丹药 导致王当虎丧失了生育能力 才会一直没有嫁人 为此专家还特意为王当虎的骸骨 进行了检测 结果也验证了专家的推测 在王当虎的骨骼上 残留了大量的重金属 而对于妇女的合葬 专家们也有自己的猜测 从棺果中发现的红色药丸就能看出 王斌直到自己去世之时 都没有丝毫悔过的想法 而是将药丸放入棺果之中 一同下葬 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女儿 所以才会让王当虎与自己合葬在一起 这样妇女俩还能在地下继续实现 非仙成仙的梦想 这也让考古队员不由的叹息 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迷信 就这样白白的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还因此害了自己的女儿 毁了一个妙龄少女的一生 甚至一直到自己死去 都没有悔改的意思 至于尸骨的姿势 专家一时也解释不出来 是当时下葬是有意为之 还是怎样 现在也无从解释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给小鸡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